嗨,大家好,这里是爱奇迈克,我是老边,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Photoshop的日常使用与吐槽 我们可以在Photoshop上智能去除对象 可以利用剪贴门板为某块颜色上色,而不会画到颜色以外的区域 可以利用对象选择 框选出目标的大队轮廓 整支笔就自动选择出来了,是不是很成奇 当然它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正题吧 Photoshop付iPad版本已经快发布两年了 我今天从日常使用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Foodshop的优点与不足 先说一下优点 首先是启动迅速 文档是云存储的,不用担心文件丢失 而且这个文件可以到处使用 比如你在Pad上编辑一段后,也可以回到桌面继续编辑 另外云门档有历史功能,可以回复到以前保存的某一个点 比如我这里有四个版本,可以来回切换 这个版本就没有上阴影 可以看到每个版本不同的地方 这里就是一片绿色了 现在这个版本是完整支持PSD文件的 也就是说可以直接打开PSD文件 你可以利用它来做一个iOS应用的图标 比如选择这个,大小为1024×1024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iOS图标的模板 退出来改一下文件名 打开这个事先下载好的模板文件 选择复制第一个层 退出来回到刚才那个文件 把刚才复制的层粘贴进去 给背景层调个颜色 这样就很明显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画画了 一顿操作猛如虎 现在你也可以在里面选择不同的笔刷 包括你自己定义的笔刷 整体操作逻辑和桌面版本的Foodshop大同小异 优点是配合Apple Pencil画起来非常自由 画个高光看看 可以利用剪贴门板来画阴影 这样颜色就不会画到外面去了 这里缩一下缺点 就是画曲线不够平滑 要来回重视好几次 要是可以像Procreate那样辅助修正就好了 就像这样 停留一会儿自动修正 另外修复画笔也是经常使用的 比如插出这根电线 删除这个画面里不要的人物 神奇的是这根线竟然还保留着 另外还可以在放大模式下精细调整画面 用笔来涂抹的确比鼠标方便不少 最后聊一下不方便的地方 缺少画直线的工具 如果想画个矩形 还是非常麻烦的 我这里只能用选区填充颜色来代替了 做了两次拘询选区 然后填充颜色达到了目的 圆形也是类似操作 还是比较麻烦的 希望Photoshop iPad 版本早日补上这个短板 另一个点是手指与笔的区分不是很好 在画笔的模式下手指与笔区分的非常好 可以防止手指的误促 而在选区模式下手指和笔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就会引起经常性的误促 有时候手指不当心碰一下 选区就变化了 希望二刀笔能够改进这个点 另外用笔调整角度的时候不够精细 最好有一种辅助模式 比如双指旋转可以慢慢调整 撤销恢复的手势是 双指撤销 三指恢复撤销 这一点还是符合大部分绘画软件的逻辑 最后 希望Photoshop在两周年的时候能有一个质的飞跃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